抑郁半失眠的治疗方法 张根明,北京中医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 神经内科,主任医师 抑郁失眠在临床上不仅表现为情绪低落 兴趣缺乏、疲乏无力等精神症状 还表现有睡眠障碍、早醒、食欲减退、疼痛、胃肠道症状 性欲减退等具体症状 这些症状的持续会影响患者日常的生活和工作 导致学习能力下降、记忆力下降、注意力不能集中 加重失眠抑郁的恶性循环 抑郁半失眠的治疗方法包括心理治疗、物理治疗和药物治疗 其中呢,药物治疗是最主要的治疗手段 能够有效地缓解抑郁心境 以及伴随着焦虑、紧张和失眠等具体症状 平常常用的西药有SSRI 就是选择性的五香酸再设取一支剂 这类药物 比较代表的是西泰普兰、帕洛西金等 是单通道机制 作用强度是温和的 不良反应也相对比较少 适合于轻度的抑郁症患者 SNRI 就是去甲肾腺肾元素和五香酸再设取一支剂 这类药物的代表药物是文拉法新 作用的强度比较大 起效也快 但是它不良反应相对较多 尤其是比SSRI类要多一些 适合于中中度的抑郁症患者 那么中药作用就更加温和了 起效比较慢一些 但是它能够综合的调理神经 内分泌系统 比如甜梦口服液 产品统方中含有党参、刺悟家、银阳祸、黄精、熊残鹅、致马天死等17位中药 刺悟家和黄精作为军药具有健脑安神的作用 现在药理学研究证实 其具有镇静和抗焦虑作用 熟地、桑肾、枸杞、银阳祸、熊残鹅 这几位药是尘药 滋补肾阴、肾阳 具有性肌素养的功效 左药有福灵、尘皮、法斑下 健脾和胃形器解育 促进胃肠道消化功能 增加食欲 使药马天子具有通经络的作用 猪药协同综合调理神经、内分泌和免疫系统 根据临床行政的证据 对于中重度抑郁症患者 可以使用抗抑郁药 如SSRI类药物和甜梦口服液 进行联合用药 联合甜梦口服液与单一用药 可以显著地提高临床治愈率 取消更快、减少不良反应 而且使用甜梦口服液以后 可以明显地改善患者的精神状态 食欲和睡眠质量等日间功能 从而提高患者的益从性 抑郁半失明的治疗方法 包括心理治疗、物理治疗和药物治疗 其中药物治疗是最主要的治疗手段 能够有效地缓解抑郁心境 以及伴随的焦虑、紧张和失眠等躯体症状 根据临床行政的证据 使用抗抑郁药链和甜梦口服液 可以显著地提高临床治疗率 取消更快、减少不良反应